我是北老师,台南希望加衡的政策 台湾是乐工局各级整个工会计划是利用家业 政王平衡进行帮助的修设 指定呼吟刘玉京老师也在北政王修设的地点 对计划是表达感恩,感想应对着台南的付出 以部分计划过来政王立宿加股层口来邮策 完成以后也能提供给路线民众来修用 我是北老师,台南希望加衡的实际目标 乐工局推动六四家庭帮助修设计计划 在家里最后有资金行善团 在中军区加理区分别进行南马军区 勃工的房屋修设计合物 合作改善基础的环境 有一个独机老人住在这样很简陋的 这样的一个仓库里面 就是一位温子里面的料子里面 外面也没有触电也没有什么 所以当地的这样的人民看到 我们的新闻报导的时候 看到我们台南有这么有爱的 这样的善事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有一个 这个温子市长的创级 我想也是台湾的创级 我们的二所佳祭 我们很多家库 大家要搬办公厅 还是家库要搬掉 我都木座的丢掉蛮可惜 所以我们市长把垃圾变黄金 把黄金变爱心 一天早上 台湾市市长湖林刘玉金 带到小点心 还有到您来向行政团的志向 特别感谢大家利用自己来日新座廊 另外市长湖林也特别尽商 承包给自己去的高零八十三会中价 希望透过公布 我们的协助 让台湾六岁 得到经济的帮助 今天非常高兴来家里 然后今天在我后面的暗场 是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 因为经济状况不好的弱势户 那透过理事长的 就社区理事长的一个说明 那由劳工局 我揪了我们的木工工会 还有我们电器工会 以及其他的工会 修缮工会 一起来做这个暗场 希望说尽快的 让这个老人家 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家 今天有来出动 两个兵分两路 一个方便是在我们的木工厂 那里做一些修缮 然后我这里面有 派他了三十几岁的祭工 来进行这个天榜 叭榜家庭这个部分的修缮 剃工已经完成它的剃皮 来到中方两间房间 一间客厅 让他住得舒适的地方 上后最后一站 来到寒丁区的 日出家庭乘户 头发邮丁区的日出家庭 进行中心 很感谢 很感谢 而且最主要他们的目的 是来优责 要去办案桌 和整理这些家庭 在这里 很感谢他们 这些家庭 要为到我们这些贫困 的乐工 的辛劳 这样 最后市长佛林 和台南市立工 局局长王 现在在官邓区 里手家庭的村口 替蒙米 插上代表 就做行程团的标志 感谢所有的自账协作 让我们本劳 各个基础環境 可以展出全新红帽 也让大家感受到 台南市民的温暖和爱心 记者留片 众贺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